同時警察出聲何苦為難同仁 來到淡水三百祖師夜廟 後裔說自己看得有點心疼 他對基層負擔太重 畢竟就連車隊掃接都必須大量 警力陪同 雖然北台灣陰雨綿綿 掃接車隊經過淡水老街 還是不少民眾看到後裔 興奮衝上前 春起於國旗緊握手中 但沿途經過與後裔互動 似乎還是中年以上比較多 且以TVBS12日發布的民調來說 侯抗沛的支持度20到29歲 僅一乘一 30到39歲也只有一成六而已 為把這塊缺口補起 後裔最新政策又是針對青年族群 因為青年減輕壓力 後裔拋出大學學貸免利息 而且學貸申請放寬受理 從家庭年鎖得120萬變成150萬 污染更多青年受益 但自家小雞邱振君卻被綠營質疑 黑道背景 問後裔怎麼挺得下去 陸續爆發多起國民黨地方民代 既然你說你要重啟特徵組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先研辦 你們黨內這些黑金槍賭毒的 這些大毒瘤 對規劃我們這個事情 我從來沒有手軟過 我是經過很多時間的考驗 不要到選舉抹紅不夠 又要來抹黑 你們角色夠多 被影社與黑道繳獲 再度搬出自己的經過 讓這指控不攻自破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